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汉肺炎来势凶凶 外科口罩一个难求 最近就有网民建议 如果买不到外科口罩 可以用防毒面具 即是俗称的猪嘴代替 其实无论是外科口罩 还是防毒面具 重点都是一个 就是阻隔飞没的传播 现在武汉肺炎冠状病毒的体积 大概是0.06-1.4 飞没就是1-45 而外科口罩和防毒面具 基本上都是以0.3 为阻隔目标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N95和P100 N95 95这个数字 其实代表阻隔到95% 0.3mm 直径大的粒子 P100 100 亦代表阻隔到 99.97% 0.3mm 直径大的粒子 其实大家可以找回资料 当年沙士保护措施之一 除了是外科口罩 更高级的就是使用防毒面具 所以只要买适当的面罩 再配合不同的类观和内面 其实效果更可能比外科口罩更好 防毒面罩有分为遮住全面的全保护面罩 以及只遮住鼻和嘴的半保护型面罩 当然说到保护能力 当然是全保护型的面罩最好 但是平时带出街 人们可能会以为你在玩行为艺术 至于类罐和类面的选择 简单来说 类罐主要是用来个类毒气 而今次我们主要是用来阻隔细菌 所以是用不着类罐的 至于类面方面 我们会选择2091或2097这两个类棉 因为它们都有P100的等级 即是说 可以阻隔到99.97% 0.3 微米 直径大的粒子 现在就开箱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6000系的面罩 面罩的包 除了有一个面罩之外 还有一份详细的说明书 另外还会有一份 不同型号面罩应该配备 不同类嘴或者类棉的对应表 类棉的包 一开了就有两个类棉 和说明书 而类棉安装上口罩 其实非常方便 大家看看 口罩两边的类嘴 其实是有一个屁股位 而类棉后边 也是有一个屁股位 只要趴在面罩上 一拧就可以夹实 大家可以在五金店 或者是网上 订阅到这些 6000系 7000系的面罩 和类棉 理论归理论 到底防毒面具 是否可以取代外科口罩 去抗武汉肺炎 我们就找来 香港感染及传染病 医学会会长 黄天佑医生 讲解 用这些类类的株嘴 再加一个类棉 或者类棉 其实都好像是一个屏障的作用 如果真的没有的话 没有说不行 不过 短片我都说得很清楚 其实 你每次用完 都要好好消毒 如果不是 它可能表面上 黏了那些病毒 你跟着消毒得不好 或者你被灰染了铝头那边 亦都有机会会感染的 还有 它因为是密封式 其实它比起N95 普通那些 一致各用的那些 对一个大人的压力 更加大 因为它的空气 是完全密封了 我相信 如果普通市民长期带 是很困难的 可能它会 令到它那个二氧化碳增高 那 血氧 会头昏 甚至二氧化碳增高 会头痛 那人会很困难 那会适得其反 那 就是不需要去到 那麽高规格做这件事 因为这些都是工业内用的 防某一些塵 或者一些毒气之用 听完黄天佑医生讲解 大家都知道 虽然防毒面具是可以代替外科口罩 不过正如会长所说 戴得久会不舒服 又要日日清洁 再加上泥棉比较昂贵 所以 这个只是一个 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 最后一点 就是记者 亲身试戴这个防毒面具 呼吸要比 戴一般外科口罩 要困难很多 所以 记者会建议大家 买一套 放在家门口 但是 如果大家有外科口罩 就戴外科口罩 舒服和方便很多 看着你 感谢! 这些 kald plugged一下 很易看 发生了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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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